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巨无巴雅局 大概死了 正如他所说 此刻的他就是一个刚出生的婴儿一样 一切都要从头学习 林剑峰上有宫殿 虽然不算大 但也足够两人居住 杨凯与天眼一边聊着 一边往宫殿内走去 没走出几步 天眼忽然顿了下来 杨凯也不知他干什么 扭头望去之时 只见天眼神色木然 眼神呆滞 仿佛失去了意识一样 杨凯心中一惊 还以为出了什么意外 正准备查探的时候 天眼的眼珠子又动了起来 意识在这一刹那 重回他的体内 人魂融合不算太成功 刚才神魂离体了 天眼解释道 有些懊恼的摇头 走路愈发小心翼翼了 不会一直这样吧 杨凯担忧地问道 自然不会 我些日子便可以了 只是最近这几日 怕是有些难过 一段路 中间停顿了三次 每一次都是天眼的神魂 不小心离开了肉身 杨凯好不容易 才将他安置在厢房之中 愈发觉得天眼所说的没错 他现在就是个刚出生的婴儿 第二日 温子山派人送来了大量遇见 遇见之中记载的内容 五花八门 全都送到了天眼的房间中 而天眼自昨日闭关 便一直未出 杨凯也不会去打扰他 只是物资地飞到 林建峰的封顶平台处 单手一掐掘 山河中飞起 一声龙吟咆哮传书 被镇压在其中的助力 一下子化作了 二十丈长的巨龙 张开血盆大口 朝杨凯咬了过去 龙化 杨凯轻蔑地凝视着他 催动几身的 金圣龙本源之力 施展画龙群 身形陡然拔高 浑身上下就如炒豆子一样 传来一阵 噼里啪啦的炸响声 鹅声短脚 浑身鳞甲覆盖 刚扑到他面前的巨龙 不由自主地闷哼一声 二十丈长的身躯 就如泡沫一样 崩碎开来 助力狼狈地现出人形 他刚好飞到杨凯面前 迎上了杨凯一只铁拳 看起来就像是他主动 赢了上去挨打一样 轰的一声 助力被打飞出去 撞在不远处的一座 山峰的山腰 陷入了几丈有余 他好一阵头晕目眩 等视野清晰了之后 抬眼一瞧 却发现杨凯已经站在他面前了 四丈高的半龙之躯中 传递出极强的压制之力 让他浑身难受 看样子 你还是没长记性啊 杨凯宁笑一声 探出一只龙爪 仿佛拎小鸡一样 正助力从石头缝中拎了出来 助力奋力地挣扎 却是毫无效果 这样的一幕 在这半个多月来 发生了无数次了 每一次杨凯打开山河中的时候 助力都要凶猛地偷袭一下 可是没有了那一片特殊的龙鳞 他根本无法抵挡杨凯施展 化龙爵之后的压制 纵然真正实力 比杨凯要高出两个小层次 也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几乎每一次 都以助力被通欧一顿为结局 蓬蓬的声响不绝于耳 半空之中 助力就仿佛沙包一样 被杨凯轰来揍去 龙血飞溅 狼狈不堪 但不管被揍得有多么厉害 助力也从未有过服软或求饶的念头 反而杨凯揍得越狠 她的眼神越是冷烈 就好像杨凯不把她打死 她必定会将几身之痛百倍偿还一样 龙族的高傲可见一斑 纵然杨凯化为四丈高的半龙之躯 在助力眼中她也跟蝼蚁没有区别 又是一声巨响 助力从空中被打下了 重重地摔落在地上 还不等她弹起来 杨凯已经一脚踩在她的脸上 服不服 杨凯低头俯瞰着她 说个服字 我现在就让你走 不服 助力咬牙低喝 你一张血脉压制算什么本事 有种咱们都以人形来打一场 杨凯呵呵笑道 这是什么狗屁理论 你们龙族不是一向都以血脉高低 论优劣的吗 你不是龙族 助力冷笑 那也不对啊 人形的你有地尊三层镜的水准 我才不过地尊一层镜 以人形战斗的话 我岂不是要吃很大的亏 杨凯不断地摇头 对付你这种垃圾 用得着地尊三层镜的修为吗 本龙将修为压制在一层镜便是 助力一脸不屑的表情 哦 杨凯眉头一挑 看样子你很有自信嘛 丑话说在前头 你若是打不过我怎么办 打不过你 那不可能 助力想要摇头 可脑袋被杨凯一只大脚死死地踩着 根本连摇头的动作都做不出来 真是轻蔑的冷笑 同等级的前提下 没人是龙族的对手 那可说不准 杨凯吃笑一声 这样吧 就如你所说的 咱们都以人形来战 不比什么血脉压制 不过你要将修为压制在一层镜 你若输了 之前的事便一笔勾销 那你若输了呢 随便你怎么处置 此言当真 助力眼前一亮 当真 好 你若是输了 我要你跟我回龙岛 而且我要你跪下 给我磕三个像头 这对你们人族来说 是很大的耻辱吧 杨凯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莫说三个 三十三百个也由得你 说话间 杨凯往后撤出几步 放开了被制服的助力 助力一跃而起 面上怒火涌动 看起来像是随时准备 扑过来报仇血恨 却又死死地 遏制住了心中的中度 只是冷着脸道 可是男人的话 就别让人小瞧了你 希望你能遵守自己的承诺 杨凯轻哼道 哼 那也要你先赢了我再说 化落之时 他主动散去了化龙爵 四丈高的身躯 迅速缩小 重新恢复了本来的面貌 便在这时 助力已经一步冲了过来 先是一口龙岩喷出 他虽没有化身巨龙 大部分龙族秘术无法使用 但喷几口龙岩 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他也确实遵守了 自己与杨凯之间的约定 将修为压制在了 帝尊一层镜的程度 所以这一口龙岩的威力 比起他之前化身巨龙 所喷出来的威力 要小一些 若是如此 这样的龙岩 也不是随便什么人 都能够抵挡的 其中蕴藏的极为灼热的力量 龙岩之后 他一拳朝杨凯砸去 神色振奋 似乎已经看到了杨凯 被自己揉宁的一幕 区区一颗帝尊一层镜 他并不放在眼中 这些日子 他之所以被杨凯揉宁的 体无完肤 完全是因为血脉被压制的缘故 在杨凯施展化龙爵之后 助列一身实力连七成都发挥不出来 怎可能是他的对手 可是现在情况不同了 大家都是人形 没有什么血脉上的压制 他决定先将杨凯狠狠揍一顿 出口恶气 然后再将它带回龙岛 交给大长老处置 拳头后发先制 直接砸在龙岩之中 竟神奇地产生了一些 意料不到的变化 助列的拳头似乎燃烧了起来 不但没有减损龙岩的威力 反而两两相辅助 威力暴增 呲一声 一道剑光闪过 一柄宽大的长剑 劈砍在助列的拳头之上 传出金铁交割的刺耳摩擦声 包括在拳头上的龙岩 竟一下子被切割开来 变得微弱至极 似乎随时都有可能熄灭 什么 助列吃了一惊 脸色微变 他这些日子以来 一直在承受阳开的柔孽 所以对这个人类的实力 有多少有些了解 知道比一般的帝尊 一层镜要强大不少 他并没有指望 自己这一击 能将对方怎么样 只是一次试探而已 可也没想到 对方居然能这么轻易地接下来 抬头望去 助列脸色再扁 因为他发现 杨开根本没有丝毫吃力的表现 面上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 似在讥讽嘲弄 助列大怒 爆喝道 装模作样 另一拳猛地朝前轰出 视若雷霆 看那架势 怕是要将杨开的脸砸个稀巴烂 杨开转动百万剑 在前方轻轻一拍 正中助列的第二只拳头 佩然墨浴的力量忽然袭来 助列竟然感到了疼痛 这一下变故 真的让他感觉有些匪夷所思起来 他是龙族 肉身坚固 随便什么地方都堪比地宝的存在 对面那个人类的随手一击 竟让自己都感觉到了疼痛 这得需要多强的力量才能做到 到底他是龙族还是自己是龙族啊 就在这一迟疑的功夫 杨开已经将百万剑劈砍下来 神色冷酷 丝丝凉意从头顶传出 助列脸色狂变之下急忙后退 痴痴的摩擦声响起 百万剑切过助列的身躯 一阵火花四剑 等到助列退出百丈之后 低头望去 只见自己的身体从腹部到胯下 一道道长长的白痕极为刺眼 你该庆幸自己是龙族 否则你早已经死了 杨开的身影鬼魅一般从前方传来 助列抬头只见他不知何时出现在自己五丈开外 那柄宽大的长剑已经消失不见 双手一拍一拉 一道长达一丈 仿佛月牙般的漆黑攻击 悠然成形 直接朝自己斩了过来 助列想动 却发现四周空间变得粘稠无比 竟让他生出了一种跌落泥沼中的错觉 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避开这样的一道攻击 他低后一声气息暴涨 提表出龙铃浮现准备以肉身应接 漆黑的月刃破空而来 让助列一阵心急 他竟不知道以自己的能力 是否能够扛住这样的一道攻击 那攻击之中蕴藏着很清晰的空间法则波动 是完全由虚空之力凝炼而成 所过之处连空间都被吞噬 这样的攻击若是斩击在自己身上 只怕也要吞噬掉自己的一部分 有声以来第一次 助列感觉到了力不从心 就算之前被阳开施展 画龙爵压制的时候 他也没生出过这样的感觉来 就在助列牙子欲裂之时 那月刃已袭到近前 啪的一声破碎开来 距离他仅有一寸之有 一种死里逃生的心计笼罩心头 冷汗从额头上滑落 助列脸色铁精地抬头瞧了一眼阳开 只见对方笑眯眯地望着自己 你说了 助列沉着脸不吭声 他确实输了 并不是输在那一道月刃般的攻击之下 而是输在了自己手上 在危机来临的前一瞬间 他将自己的实力提升到了 帝尊三层镜 更展现出了部分龙族的特征 这已经打破了他与阳开之前的约定 他甚至没有摸清 不施展画龙爵的阳开的真实水准 就这么糊里糊涂地输了 难以言喻地羞耻和挫败感 袭上心头 让他整个人看起来 无比低沉 嘴唇开河了几下 他竟说不出一个字来 向来只能龙族俯瞰其他生灵 可助列直到此刻才发现 不知什么时候 龙族之上已经有其他人的身影了 你不会想反悔吧 杨开挟视着助列 咱们之前可是说好的 你若是输了 咱们的恩怨一笔勾销 龙族也输不起 这话刺激到了助列 高傲的秉性让他做出了回应 谁说我输不起了 输了便是输了 就如你所说 你我的恩怨一笔勾销 杨开立刻露出笑容 那就最好不过了 既然这样 那你就从哪来回哪去吧 不对了 给我转告一生龙岛那边 有时间的话 我会过去一趟的 别隔三差五的就派人过来 助列沉着脸道 你的话我会转告给龙岛 岛上会做出什么决定 我不知道 杨开点头道 无妨 你跟助行说一声吧 你们应该可以彼此联络吧 让他以后别再去找我了 很危险的 每次与助行待在一起 杨开都控制不住血脉中的悸动 一直隐藏在心里深处的欲望 似乎随时都可能爆发出来 这让他感觉很不好 也很危险 杨开知道这是龙性 而且随着自己画龙爵的深入修炼 这种龙性会越来越强烈 总有一天自己会压制不住那种欲望 所以他觉得助行离自己越远越好 最好是老死不相往来的那种 助行他大概是已经死了 你的话我没办法传达 助列缓缓摇头 杨开脸上的笑容慢慢收敛 你口中的大概是什么意思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俱武巴雅拉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